得知亲二姐庆龄去世 宋美龄含泪只输了七个字 在很多人眼里 宋美龄竟然连自己亲二姐生前见最后一面的请求都不愿意答应 这是多么绝情的一个人呢 其实不然 宋美龄和二姐宋庆龄的关系颇为复杂 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尽的 还没有接触政治之前 两人的关系自然不用多说 宋庆龄十五岁时 父母将其送往美国留学读书 宋美龄得知情况后 斯缠烂大叔想同二姐一同前往美国生活 学习 此时的两人关系极假 没有办法 宋耀如最终决定 让两人一同出发 本来的打算是想让宋美龄长大一些再送过去 至此 宋氏三姐妹都来到了美国 大姐宋爱龄三年前就抵达美国读书了 宋美龄是三姐妹最晚回国的那一位相传刚开始 宋美龄并不想出国觉得美国生活那么好 还是父亲送药如软令兼施的情况 下台不舍地离开了美国后来的故事 就简单多了宋庆龄嫁给了孙中山蒋介石 他娶了宋美龄两人都曾当过 第一夫人大姐宋爱龄 还曾为此对孔详西打去 到你看我的两个妹妹都当上了第一夫人孙中山去世之后 蒋介石被指着鼻子大骂 只好松口 说 绝对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 宋庆龄是不准备动手了 但是还是暗杀了一个主要人物 为的就是警告宋庆龄 别再和我作对了 所以说 宋美龄虽然同一二姐政治信仰不同 但是并不是一个绝情之人 她也是一个有血有肉之人 对于亲情也格外的看重 有次准备家庭聚餐 六个兄弟姐妹 宋庆龄得知蒋介石也会在 以身体不是唯由拒绝了 她不愿意同奖介石同桌就餐 宋美龄是家族中最晚去世的那一个 用她的话来说这是上帝的安排自由的 得到你宋庆龄是在1981年的5月份 在京去世的同父母葬于上海去世前 曾托人带话给在美国的宋美龄说 想要见一面 不然以后都没机会了 想必大家都知道结果宋美龄拒绝了 没人知道 她当时的心理活动就这样送 清灵带着遗憾 离开了人世 稍过太平洋海风将消息吹 到了宋美龄耳边 她一个人来到书桌前桌上玻璃 底下压着一张泛黄的照片 那是三姐妹在美国留学时的合影 那是六十多年前的 照片的时间已经将相片中的两人带走留下一个老人宋美龄再也忍耐不住 心中的哭出眼泪顺着皱纹滑落 滴在玻璃上模糊 我脸庞她不是一个自由人